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呢 其实又是一个 嗯 Unexpected 没有打算要录 但是实际上录了的 一个视频 我真的要再急下去 我的厕所要爆炸了 所以我的厕所现在五脏俱全 我的囤货 我的化妆品 我正在用的我还没开封的 然后还有垃圾 还有我要捐的东西全部在厕所里面 我的妈呀 所以我的厕所要爆炸了 所以我用完了什么东西 我现在一定要马上来来跟你们讲 然后刚好我们可以偷出袋子来做 就是来开始囤下一次空冰一样这样的东西 那么第一个好吧 这个和美妆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呢作为一个居家小姑娘 居家小公主 居家小仙女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非常非常非常想介绍给你们 就是这个牌子叫做Flash with Bleach 它是厨房也可以用 厕所也可以用 就是可以把比较墙的 就是在墙上的那些东西都给去掉 Flash这个牌子的 超级好用好吗 只要在你们家附近的那种超市 其实一般都能买得到 我为什么觉得好用 我其实平时觉得它没有多好用 只是觉得还不错而已 但是我因为 在墙上有一点点那种痕迹 就是洗澡 你知道久了之后如果 都会有一些那种小痕迹 又黑黑的那种点 没点在那里 那么其实刷你平时刷呢 你又根本刷不掉 你拿铁丝网都刷不掉 那么后来那天我就说 我把这个喷在墙上 就是久一点之后 你再拿这种铁丝网去刷 应该刷得掉 这个东西只要厚厚的喷在那种墙上 就是厚喷了之后 你都不用铁丝网去刷 你直接放个十来二十分钟 然后你拿水去冲掉 但是效果超取 真的是无论是马桶里面的痕迹 还是墙上的痕迹 只要是厕所里面 甚至你的厨房 那个桌面上那些油渍 你就要喷它 然后擦擦擦擦擦 就不需要费很大的力 它都能擦掉 所以这东西我绝对会回够的 OK 我这个东西讲了好久 那下一个 我直接就拿到什么说什么了吧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个 最近试的两个面膜 因为用了蛮多了 因为我上次在买货 买了两 就一个买了一盒嘛 然后我就没有用过 就试了两片 一片是这个 J Dream的这个粉模式的 叫什么 Baby Pure Shining Mask 这一片的话呢 它是分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精华 第二步是面膜 第三步你上这个眼霜 我用的时候其实是用烦了 但是我还挺喜欢 就是这个感觉的 我觉得以后应该会回够 但是我觉得它有点不好 所以它设计的开口的问题 因为它开口都设计在这种下面 然后呢 我又有点那种强迫症 我不想把这个东西 就是剪开来用 然后所以 就撕的时候 不知道你懂不懂 就是我要先撕这里 然后要很很很奇怪的姿势把它挤出来 然后再敷面膜 而且它的口全都是开在下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要是开在上面的话 会好开很多 但是它开在下面 OK 就除了它这个 叫什么 设计 就产品设计上的缺陷 或者说 产品设计上我不喜欢的眼镜 这个面膜本身还是很好用的 保湿很好 就是 你可能会 你如果不喜欢那种 比较质地厚的面膜 你会觉得它很不好用 但是其实你敷了之后呢 你给它多一点时间 然后配合你手 这样子一定要多拍你的脸 然后它吸进去了之后 就是你的皮肤吸收了之后 它就是非常水润 就是按照说的什么水光面膜 当然没有说直接打水光 跟那么的 那么的 叫什么 呃 芝麻案508 然后但是问题是 它用起来还是就是非常保湿 然后你的皮肤是呢 感觉就是有吸收到东西 它这个眼霜的话呢 我个人不是太喜欢 但是问题是你要看它的价格啊 一盒十片 然后一共才一百两百块钱吧 然后 然后 你真的不能 指望它这里的眼霜能用什么 但是它这里的眼霜呢 它就适合我 我是拿来 就直接是厚敷了一层 然后 然后嘴巴有点干 我就涂了一点在嘴巴上 我觉得 保湿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到 就是如果它们要单出一个眼霜的话 我也是不会买的那一种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们那个干细胞的那种 因为这个太难撕了 我就直接把它扯下来了 它第一个呢 是一个玻尿酸的那种精华 那么有点厚重 你就 你要适合在 你户外敷打 或者说你就是打一层水 然后 把这个精华就是 后拍在脸上 然后再敷上这个面膜 真的很好用 就这两个用出来的感觉呢 都是 不是说单单只给你水热 还是就是可以就是滋养到 就是 后续 甚至到第二天 你摸你的脸 都是非常有弹性 就是上妆的话 不会有这种起屏的那种现象 所以 我其实一般来说 我对韩国的一些护肤品化妆品 没有什么很大的 呃 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 其实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个发膜 这个发膜呢 是John Freda的 这个叫做Beach Blonde 说是给是金头发用的 但是我用其实我感觉挺好的 它叫做Celp Help 叫Deep Conditioning Mask 就是属于那种急救型的 呃 发膜 就比如说你的头发一下子 呃 瘦寸很重 用这个就很好 呃 它的 不要看它棍子那么大 其实它内容物真的挺少的 我这个开了好像一个月不到 就用完了 而且我也不是每次洗头 都会用发膜的人用完 因为可能用我头发长了 或者用的量会比较大 但是它就是后续你把它弄完之后 你的头发真的非常润 然后味道的话 我觉得要看个人 它是那种 薄荷味的 呃 我就觉得 我个人不是太喜欢它的味道 但是它的效果又真的是很强的 所以 呃 目前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发膜 所以我就不会再回购这个 但是 如果以后 呃 呃 我想说再试一下一些drug store里面的或者是high street这些牌子的发膜的话 我觉得它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接下来下一个呢 就是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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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其实都用起来不会说过干 它就是在你洗干净的同时不会说呃 带走你身体过多的水分 那么一次的话 用量我觉得 心物比较胖吧 我觉得我的用量还是挺挺大的 他们说一个可以用40次 其实也差不多了 我大概用了一个半月左右 那么它按按他们的说法 一贯能用40次的话 呃 也差不多了 它的价格的话 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贵 如果你趁打折的时候买的话 可以买很多 那么我 因为之前囤了几瓶 我现在在用另外一个味道的成绩好吗 我觉得我要变retro sono餐粉了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说 就是Proclins的这个 这个漱口水 我现在的囤货都不多了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我回国的时候 但是我最喜欢最喜欢就是这个 它经常出什么限量的樱花味 然后经常出了限量的抹茶味 还有黑色的针对抽烟的人 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美白 白色的那味道真的是不好 所以我白色是我绝对不会再买的了 然后嗯 抹茶我没有用过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用过的来说 我用了三种 呃就是 樱花的 然后还有 呃美白的 还有这款最普通的风胶味的 我觉得风胶味是我觉得用的最好用 而且呃 真的是能把牙齿洗的很干净 就身边的人都能看出就是不同来 所以这个我绝对是会再回购的 在英国买的话会比较贵 因为其实你要体谅一下 他们这个东西的话运费很高 因为它很重 一罐有600毫升 它一罐很重 所以到英国买肯定很贵 我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囤了货过来 国内卖的话就大概几十块钱一只 我囤个什么七八九十只过来的 那么 对 没有错 我觉得这东西非常非常好用 就是用完了一个这个 呃 雅士兰黛的红石头水 这个水不用说 这就是我冬天必备的水 其实我觉得它用过 用完它的时间算是蛮机智的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三月份了 三月份的话呢 就是 已经开始进入春夏了 这个水就已经显得有点厚重 那么我就会喜欢用像一些湿敷的水 什么艺人水啊 健康水啊 或者SK2这样的敷脸 呃 这样子的话会比就是上这种很浓厚的水要好 但是这个绝对是我冬天的小霸王了 就是我冬天里的话我只用这个水 因为我冬天我到现在为止 我并没有找到一款的替代红石流水 存在的那种冬天比较保湿的水 基本上每次过来我都要在机场 就是囤两瓶 因为囤多了也没有用 我就 囤两瓶然后在机场用就可以了 呃 下一个用完的东西的话呢 一个这个 呃这个我觉得也不需要多说了 就是一个多分的那个夜下止汗喷雾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 因为我是属于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出汗体质吧 就是我的夜下会出汗比较多 或者脚出汗的比较多 就是夏天的话我不仅喷夜下 这东西我还喷脚 好我知道我听起来有点奇怪 但是 它有效 就是你喷了脚的话 第二天你穿鞋子鞋子的 我的鞋子不会那么臭 不然平时的话我穿鞋子 其实是会有味道的 因为我出汗真的 呃 我其他 我觉得夜下跟脚出汗 特别特别严重 其他地方出汗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 这样子 呃所以绝对是会购购的 而且我一直都在买这个 因为 他们其他牌子什么 瘦儿那些 complex还是什么牌子的 我觉得味道 其实都是挺那种 呃 闻起来就让我挺不好受的味道 但是 这个多芬呢 这个原味的这个 我还是很喜欢的 我一直都是用这个 我觉得如果你们看我视频 看了一段时间的话 你会知道我这几年 我起码都只用了这一个 哦不 我就只用了这一个 呃 那么下一个呢 又是一个沐浴露 这个沐浴露 就是Craftree and Evelyn的 我对这个 我之前也讲过 我很喜欢这个的味道 而且我也觉得它洗的很干净 但是唯一有点不好的是 我不太喜欢这瓶子 这瓶子其实你用到后面 你就很难挤出来 我就喜欢那种 泵头的 像它这种的话 它是挤出来的 所以也还好 呃 但是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它出了泵头的 我会更愿意买 呃 但是目前我还有其他的沐浴露了 我对沐浴露这种东西 没有说非得要用哪一个 就是很执念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 这是Craftree Craftree and Evelyn的 Spring Rain 看一下这个名字吧 但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话 单买其实也不便宜 但是如果你趁Craftree and Evelyn 打折的时候 买的话会很划算 Craftree and Evelyn 几场打折的 我一年她 我基本上去十次他们的网站 八次都在打折 所以他们家的东西就适合在打折的时候 囤 Femme Fresh 一个女性四处的沐浴露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用的 其实普通带香精的沐浴露最好不要洗四处 那像这个的话它是没有香精 它真的是没有味道 然后它洗四处的话呢 因为它是温和的 然后pH多少来着 反正就是 它上面写的是Gentle pH balanced 所以就是说能洗的 就特别是你这来完M之后 会觉得很闷很难受 但洗这个洗两天就好了 我不是每天都会使用 只是我会隔个一两天 或者说隔个隔一天这样子使用 我就觉得OK的很好的 好吧 我知道讲这个很奇怪 但是问题这个真的是 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用的东西 好吧 刚刚不是讲了一个propiless的漱口 对吧 我又用点了一个 我12月份到现在都已经用了两瓶了 好可怕 我已经用掉两瓶了 我的囤货也不多了 我现在正在用一瓶 然后我还有两瓶囤货 所以说勉强应该是可以的 那么下面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 我用掉了一个水质印的 这叫做负能营活洁面膏 但我也之前说过 我对洁面产品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质念 我并没有用到过哪一个 是让我觉得此生不能没有你 只是有用到说相对好用 和相对觉得比较鸡肋的 这个就属于很普通 能把你的脸洗干净 不给你什么其他的特别功效 但是我觉得大家 你需要抱住这一点 你需要很很清楚的认识到一点 截面产品只会在你脸上待 三五分钟最多了 最多五分钟了 你还能把截面面往脸上糊多久 它是不可能跟你说什么细致毛孔 美白体量 去般美白 这种东西就是 这是要靠后续保养的 截面膏 它需要做的就是要好好洗你的脸 那么所以我本着这个原则 我基本上没有买重过截面的产品 就是一直换 一直换 一直换 那么这个 其实水晶这牌子用起来 我一直觉得还挺不错 他们家的东西没踩过什么大雷 所以 没有错 他们家好像全系列我其实都用过了 因为我觉得好像 特别是截面中比较基础乎服的一些东西 我没有必要 可是非得去买 那么七七八八很贵的东西 那么下面一个是一个卸妆膏 这个是给我不会再回购的卸妆膏 就是欠碧的这个紫水晶 紫金 紫水晶 whatever 反正就是紫盒子的这个卸妆膏 他们家好像也就只有这一个卸妆膏 我觉得它的味道非常化工 所以我不喜欢 那么虽然说雅诗兰黛它那个 也没有说好闻到哪里去 但至少呢 它不油腻 它这个比起雅诗兰黛又油腻 比起我以前的最爱 RMK老版的卸妆膏的话呢 味道又真的是很难 而且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各个方面就勉强给它打一个 及格的产品 并没有 让我觉得我需要再回购它 那么接下来的话 是个洗头的产品 就是这个威姿的 Anti Dandruff 就去头穴的一款 然后我很喜欢 我绝对会回购的 就这一款的话 它就是能洗 就是我正常来说 我头发是洗完三天必出油 但是用这个的话呢 洗完一个星期 它才会开始出油 所以这一款我超级超级喜欢 而且它头皮真的呢 洗得特别干净 因为 我是也是会经常换 洗发水的那种人 我现在用的那套洗发水 我就觉得护发素好用 但是洗发水一般 就洗发水洗了之后 我最近突然发现 我的头穴多了 我之前从来没有那么多头穴的 所以我这个我以后我用完 我手头霜这些洗发的产品用完了 我绝对还会回购的 它的缺点就是 它其实不是太实惠 这样一罐好像差不多10磅 而且只有200毫升 用不了多久 但是它这一款的话 其实如果你只做头皮清洗的话 也是OK的 但是我是做拳头的护脸 我只是在这里用的比较多而已 接下来还是头发的产品 我发现我为什么用到了 这么多头发的产品 好可怕 然后 这个是卡氏的 叫Creme Roche的这个 发油 这是针对染过的头发的 它对于他们家其他的发油来说 或者是我用过的其他 什么Morican Oil那些发油来说 它的质地会比较稀 然后颜色会比较香 但是它护色的效果真的比较好 那么 如果你想要达到最强的护色效果 最好是要Creme Roche 这一整个系列用下来 就是我当时刚刚染了头发 以前就是刚开始用卡氏那段时间 刚染了头发 我第一次染头发的时候 就是用普通的洗发水 然后后来我就是用那个 一整套卡氏的 Creme Roche的洗发水啊 护发素啊 然后发油啊 发膜啊 真的头发比用普通的洗发水的话 能护色多 差不多三个礼拜到一个月这样子 就是那个头发的颜色不会变 就本来说一般来说你的头发洗 你从染了之后你要洗两次 你才会出颜色 然后出了颜色之后的话 呃 基本上两三个月就掉色了 但是用这个的话 就是包 等到你头发长出来 你下面的颜色都是你刚刚染的那颜色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 呃这个系列的 只是我不会永远使用这个系列 我觉得他们家我喜欢奥利那个系列 就是他们最经典的那个保湿系列 很好用 呃还有什么 然后好吧 说到头发产品吧 头发产品讲完吧 头发产品讲完吧 然后这个就是Crimal Rocher的那个系列的 呃 呃 发膜 嗯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就一整套使用非常好 他们的滋养的话 没有奥利那个系列那么好 但是它护色的效果一流 还有什么啊 我还用完了什么 哎呀我还用完了好多东西啊 呃 还有这个Li Stafford Hair Growth Conditioner 就是这个 也是它的生发的话 一整套用会非常非常的有效果 就是呃 我以前没有用过他们的发膜 我现在买了我想试一下看怎么样 但是 你就用他们的洗发水护发素 加上他们的那个头皮精华 三个一套用的话 你真的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你的头发有在呃 长出来 价格的话 在高阶里面算是呃 没那么便宜的 但是 好用啊 真的好用啊 呃 说到那个的话 这个就是它的 额头皮精华 我已经用完了一个了 然后我现在正在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也快用完了 非常好用 它是洗头 洗完头或者不洗头 干头发都可以用 我一般来说就是洗完头之后 再头皮就是按摩一圈 然后再上那种吹头发用的呃 防热就是隔热的那种呃 东西 然后吹到一半之后再上一层发 以后这样子头发就超级完美 呃 那么 对没有错 好喜欢 这绝对是无限回购的 除非我长得更好用的 但是我会一直用这个 它这一瓶进化完15磅吧 我忘了 真棒 然后还用掉了几个护手霜 一个是这个圆丁 这个是我现在呃 基本上Crabature Evely 我很少再试其他的味道了 我觉得圆丁就是最滋润 对我来说最滋润和味道 我也还算蛮喜欢的 我买的比较多的 我现在买的比较多的就是Gardener 这个就圆丁这个系列 还有那个红石榴的那个味道 还有玫瑰的味道 其他味道的话 呃 要么我觉得太猎奇了 要么我觉得很多替代 所以我都 嗯 没有再用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的 他们之前的一个限量的 护手霜 呃 用起来也就这样 它这个叫什么 Aromatic Orangery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Orangery 还是Orangery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一个 限量版的 还算滋润吧 但是味道不是特别喜欢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呃 便宜 如果你的手不是特别干 我的手是很干的那种 所以我会喜欢比较滋润的护手霜 这个就属于你的 如果你的手没有那么的呃 干的话 你可以用一下 这个很便宜 在那个Superdrug的话 不打折三磅一个 打了这个一磅一个 我当时一磅一个买了五个 那么 刚好因为护手霜 它这个比较没有这个这么滋润 这个的话你用 它这个用一次的效果 跟这个用四五次的效果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用这个的话 你用量其实比较省 然后用这个的话 其实一贯 一两个星期就没了 对我来说 一两个星期就没了 真的不是特别润 所以我手头霜的用完了 我估计也是不会再买的了 嗯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还用掉了好几片 其实我用掉好几片 但是我只在这里 留了两片SK2的前男友 这是属于 因为我一月份到二月初的时候 我的那个皮肤状态不是很好 我经常用这种高机能的面膜 来修复一下 修复效果是美德说的 这是我在年度IOP里面就讲过的 嗯 好吧有人之前有说过 就是觉得 它的效果并没有我说的好 而且说他们家里面的成分 有什么什么依赖性 什么什么黑出降了的一个品牌 但是我个人觉得 SK2的家的东西 我用着还不错 因为我也不是他们全线产品的用 就是神仙水 美白精华 还有SK2 连神仙水 我现在都不是属于他们的脑残粉的级别 只是它春夏成仙水 敷脸真的很有效 那么这个的话真的是 因为我脸本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如果我长痘了的话 或者我脸色很暗沉的话 敷一片真的脸可以发光的那种类型 贵的东西还是有贵的道理的嘛 不要省钱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 也是SK2加的 这个 呃 多元面霜 这个东西 哎 因为我本身就不太爱用面霜类的产品 所以这个东西 回购的几率会非常非常的小 我冬天用的时候比较滋润 如果 呃 如果我冬天用的 有时候特别干的话 用一用它还是不错的 但是 哎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太不爱用乳液这种东西了 所以 它在我这里显得有点可有可无 但是它效果又是真的有的 所以这种东西我应该说它什么呢 它可以吧 反正就是以我买的价格来说 我觉得它绝对是值了它这个价钱的 但是 呃 我不爱用乳液 然后下一个精华的话 是一个Chorus的 Wild Rose Brightening and Life Mucing 它就是呃 比较保湿 然后 比较有Brightening的效果的 一款精华 这个牌子很少采雷 而且用起来的感觉也还不错 味道非常清晰一人 就不是那种化工的香味 然后 的确用它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 呃 比我现在用的另外一款 呃 精华要好一些 因为这个还是看得到它的 亮白的效果 然后它对法令纹 就是因为 一般有时候我拍脸的时候 我会就稍微就拉一下脸 我脸上 没有什么说皱纹这种东西 但是我有法令纹 我法令纹从小到小 很神的那一种 它多少还是可以帮忙 就是缓解 就让你的呃 法令纹稍微减轻一点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是不错的一个产品 而且不是 也不是很乖 30来磅吧 呃 但是 因为我手脱上精华实在多 所以我现在暂时是不会回购了 我 我想给自己立个很大的flag 就是今年我多销囤货 因为我那天抄了一份 我的 所有囤货 以及所有在用的东西实在是多 我就想说要多用掉一点的 比较好 呃 都是很容易让你分的 像环彩精华的品质是白的 然后那个淡斑精华的品质是银色的 但是它现在把它全部换成了同样的包装 只是上面的字有点不同 我下面这个写的是 Aura Essence 就写在这边 的 反正就是环彩精华 呃 这是我多年很爱用的 很多人说用这个会闷闭口 但我一直用都没有这个问题 它是比较去黄的一种美白产品 我已经讲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你只要坚持用三周到一个月的样子 你是绝对可以看到你的皮肤有明亮的 然后就用在脸上了之后 的确在国内大太阳晒着 三周我都还是可以 就是去黄体亮美白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 这么多年来 真的我的肤色比我一开始 至少体量了两到三个度 这样子我的粉底颜色都已经变掉了 那下一个的话 是个没有卵用的东西 这个叫做Swiss Retro 我不想给你们推荐了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家因为我在我吐槽的时候 你们有看过这个东西 不出名的一个牌子 然后就是属于沙沙的柜铁 硬塞给我的 一个保湿精华 没有什么卵用 然后也不保湿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我后面我实在是用不动它了 我直接拿它来抹膝盖 因为我膝盖很干 膝盖跟脚踝干 但是它拿来抹膝盖跟脚踝好像还不错 保湿效果还是挺强的 但是用在脸上真的没有什么好用 就是用在脸上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用在腿上感觉还不错 还是花钱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好吧 其实这个不太算是空瓶 但是各位同学 我们那个牙刷一定要勤换好吗 因为我像一般来说的话 我就算用普通的牙刷 我也差不多一两个月我就换 然后一般电动牙刷的话 我也是一个半月两个月就换一次头 那么我又换了一个头 嗯 没有错 我用的就是那个什么 Philips的那个Sonic Care 就是那个什么前缩仪同款 现在有点后悔 其实我不想要粉红色的 我想要紫色的 我想要黑色的 很炫糊啊 但是nevermind 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属于 我用下来的电动牙刷里面 我个人觉得效果目前来说 是用的最好的 而且好吧 价格也比较贵 那么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这个东西是我以前用完过一个 然后最近用完了另外一个 是属于一个我觉得Dior家里比较 怎么说 其貌不扬 但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产品 就是他们的名菜币 叫做Skin Flash 就这个Dior的Skin Flash 我这次用完的色号是001 但是比较适合我的是002 就是我之前用完 就是买了一个月我就用完 你要知道这种东西 我用了多快 真的是我用过最好用的名菜币 我觉得YSL那个有点点干 就是属于我当时耗时耗力 好不容易把它用完了 但是这个真的完全不耗力 真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它的滋润度 然后它有提亮 然后它的效果也很好 就有名菜币干有的效果很好 而且它很润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觉得如果你们的皮肤特别干的话 千万不要去用YSL 但如果你的皮肤跟我一样是中性 冬天稍微偏干一些 然后夏天回国的时候会偏油 但是通常来说夏天就是中性 在英国来说夏天完全就是中性 不油也不干的那种类型 那么你就可以试下这个 真的很好用 很好用很好用 然后下面一个的话 我用完了一个3CE的Shimmer Stick 好吧 我之前提过的 这个东西我好像要4月份买的 然后好像11还是12月份就用完了 我用的颜色是Peach 因为我手头上还有好几个高光 所以我暂时就先不买了 但是它很好用 价格也没有太贵 好像一根是15磅左右吧 就你去买货买啊 还是去哪里买whatever 你爱去哪买去哪买 反正我在买货上买 好像是打了折还是没打折 我也不记得了 反正15磅一个很好用 很好用 这已经是我用掉的第二个 那么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的话是一个 Dior的Star 你看起来它好像还有 但是主要是我这样子打横放的 所以已经其实是挤不出来的一个 我用的色号是020有点黄 我觉得Star这个系列的话呢 是当时完全是跟风买的 它的亮泽度还不错 其实Dior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彩妆品牌 就是我很少跟你们推荐的 或者很少提它 但是我来英国吧 我刚开始化妆 我用过很多 就刚开始化妆用的几个粉底里面呢 我最喜欢的是Dior的 Dior有一个叫做NUDE的系列 很好用 然后还有他们一个叫Forever的系列 这两个系列 我加起来可能用空过五品 就完全是用空过五品 然后这后来因为本着我对他们加粉底的喜爱 所以我有就是当时Star这个系列刚出的时候 我有去买一瓶有光泽度什么的 都还是挺不错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粉底的 但是问题后来我粉底太多了 我就没有就是再怎么说了 然后这个粉底真的很好用 好下一个 这个是Urban Decay的 那个 Eyeshadow Primer Potion 就是这个 就说实话这个没有用完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买了五年了 不敢再用了 所以这种primer 这种妆钱这类的东西对我来说比较鸡肋吧 好下一个 这个是在吐槽视频里说过的 它已经干掉了 完全没有办法用了 这是Etude House的Rosy Tint Lip 颜色倒是挺好看 但是我不喜欢气垫的这个concept 所以我再也不会买这个东西了 因为如果你是就一根唇膏的人 气垫还ok啦 你大概用一个几个月它估计就用完了 但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口服这么多的人 我完全不可能天天用它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浪费的 它完全是大半只都是干掉的 下面一个的 这个又是我一个人世中很爱用的东西 我想同货还有很多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 Koji那个牌子的 iTalk的 它说是多功能了 我拿来是贴假睫毛 但是它实际上是来贴双眼皮的 我觉得用胶水贴双眼皮 这个我个人的话是没这个技术 所以我很少用这个来贴双眼皮 基本上不用太贴双眼皮 它的胶粒啊什么的 我觉得贴假睫毛刚刚好 我不喜欢说强到到时候你卸都卸不了的那种 假睫毛胶水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刚刚好 我基本上是囤三支齐的 因为我很爱用 然后这个是用完了的一支 最后一个好吧 我勉强算吧 这个一个试用妆的 Innes Free叫做 Jesu Pomegranate Revitalizing Skin 就是一个红石榴系列的水 很保实 在飞机上用真的超级棒 但是跟亚世莱奈的红石榴水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比 这是我讲实话的 真的没有办法比 但是就是以它的价位来说 就是它正装买一瓶也没多少钱嘛 好一百多还是两百多 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但是因为我水很多 OK 我护肤的化妆水很多 所以我不会买这个 但是讲道理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是一两百两三百这种 加为三百以内的水来说的话 它的功能性还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这个刀鱼刀的空瓶剂 就讲到这里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我真的好渴 而且我真的要睡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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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